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日本关西地区金晨发生规模6.1强震,出估约3451伤,大阪、京都之间的新干线也被迫停驶,一人宝妈碰巧人在大阪,今早也透过脸书报平安宝妈和闺蜜今早在日本遇到地震,正处在33楼高度的大楼的她,必须从33楼往下走,表示我非常镇定, 她,有人,发抖,幸好大家都平安 碰巧的是,两人2011年一起在东京遇到311大地震,2018年的今天又碰上大阪六级的地震,连遇两次日本地震,幸好均安然无恙,让宝妈直言缘分很深 宝妈与闺蜜同游日本遇到6.1强震 翻射自脸书,大阪今早发生规模6.1地震,宝妈从33楼逃生 翻射自脸书 大阪今早发生规模6.1地震,宝妈从33楼逃生 翻射自脸书 Mother Mother 仲